12月6日,高以祥在台北的灵堂开放了长达7个小时的粉丝悼念 来自五湖四海的粉丝们都非常有秩序的排长队,奔批进入灵堂悼念高以祥 每一位走出来的粉丝都难掩悲痛的神情,还有双眼红肿的 面对高以祥的离世大家都十分的悲痛 但是灵堂外面却出现了不销业者以收费代购、花束及直播现场的方式点财 公司紧急发声明拒绝破费,我们对于这样的商业行为感到遗憾 公司再次请粉丝不要破费,会常谢绝所有鲜花及礼物 如果要致意悼念,可将心意写在纸上折成纸贺,我们只收纸贺 对此网友们也是纷纷评论到,诈骗集团赚这种钱也太缺德了 这些人会有报应,都难过得要命还在赚这种钱,良心被狗咬吗? 这种钱你们花得有良心吧? 不得不说,这种恶人真的是十分的令人憎恨呢 希望高以翔在另一个世界可以充满温馨与爱 不要被这些世俗所影响呀